大家好,我是明志生 大家好,我是珊珊 好的,我们今天来录一下 Monster Camp 其实是Monster Prom怪物学院的续作 二代现在还没有中文 原来如此 这是二代 但是一代的中文我后来看了一下 加入DLC角色之后好像也不是很好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录一个二代的吧 他们说的是什么心脏鬼之吗 反正他们都是Monster 基本上就是杀个人类什么无所谓的 这本质上呢 这个系列的游戏就是一个Party Game 所以 I can have four players 对 然后 啊 短的游戏的话45分钟 但是因为要翻译文本 所以呢 我们就选一个短的 旁白 一代的时候还没这张脸 现在他已经变成这个样子 啊 吓人夏铃银 夏铃银 那时候我们最美好的 夏天中的某个舞台吧 当时我们还很年轻 还无所畏惧 学校离得很远 啊 阳光拥抱着我们在去夏铃银的路上 一切都有可能 夏天就有这样一种独特的力量 我们在冬天录这个游戏也蛮适合的 啊 在夜晚的时候 就用可能性让你沉醉 还挺有诗意 就好像 人生 魔神 每一个转角都有可能 有变化 对 有些魔来说 确实如此 好的 选择角色 啊 这本质上呢 这些都只是一个 Avatar 就只是 本身是没有个性的 由你自己来选 啊 上面那个 这个可以点吗 嗯 因为有DLC角色 所以还有另一套 啊我可不可以选这个 啊 可以 那我选谁 这是Helltaker里面的那个 色域恶魔 我要选那个小江云 好 那我选谁呢 这个好像是个Fangirl 不是去Player1吗 啊你是Player1 对 好 名字Green Noodles It's not easy being Green 嗯 Kermit 有没有什么是Baga的东西 Ba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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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鱼烧 Taco Takoyaki Takoyaki 这叫Takoyaki了吗 OK Pronoun They 畢竟 它只是个章鱼烧 啊然后可以 所以选择三样道具 我的道具是吗 对 应该是每次随机的吧 Hard as fuck Hardtack 哦 这是个Recorder吗 不 这是那个 你再移过去 Helltaker 啊不 好像 不可以 不可以退回来了 不可以退回来了呢 什么垃圾 救命啊 感觉是藏宝地图之类的 那我要一个那个Hard as fuck Hardtack Hardtack 你不会觉得啊 加了一些指数 这是选你的初始值 这是recorder 树敌 对吧 灌装大脑 嗯 嗯 那个什么 Mick Griffin 是什么东西 Sick Beak 他是 他是侃业吗 还是谁 更像谁来 我记得The Sick Beat 好像是Taylor Swift 还不知道是谁 那个里面的 嗯 我要那个recorder 好 树敌 既有录音机 又有树敌 recorder的双关全都加上了 好 好 那我选谁呢 嗯 说实话这个 这个长得有点像 那个Earthla 哦 是有点 初始的四个就是一代的四个 然后 这里第二套呢 是DLC 这个也是DLC 这个是Hell Taker的联斗 这里真的 章鱼 章鱼含量有点过深 哈哈哈哈 这个好像是个Fangirl 但是我还是要选男生吧 哦 我喜欢 我喜欢这个 小黑 嗯 可爱 小黑 它不会是什么病交之类的吧 它是Darkness 而且这些角色是没有个性的 嗯 就是我们来选择的 啊 Yellow 妈妈为什么总在电脑前走来走去 你都是焦鱼烧了 这边呢 黑年糕 黑米年糕 黑米年糕是什么 叫猫赫斯好了 猫赫斯 猫黑斯 猫黑斯 猫黑斯怎么拼 猫 黑斯 可以可以 猫黑斯 他 OK 哇 猫猫 哎呀我抱着他 我抱着他 他是不会让人抱的 他不喜欢被抱 我不管 你要是不喜欢被抱 你就给我下来 哦 sleeping beauty bag 嗯 睡袋 还是美容叫睡袋 hipster 太多的天字游戏 blade blade 刀刀 刀刀 带一个刀刀 哦 它为什么叫刀刀 因为你看这个就是小的时候玩的那种摩托车嘛 这个东西好像也叫blade什么的 因为可以拉一下它就冲出去了 啊 所以是 拉动的 哦 不 是指这个陀螺一样的东西 抽一下就会转起来 blade blade dragon heat 听起来很糟糕的样子 是那种 零片控制吧 instant post camera 哦 刚刚也出现过烧烤 显得很像美国大叔 i just want to grill 这是什么 griffin pasta 都是griffin 都是griffin 啊 因为是 要不带一本 dragon heat吧 反正挺无聊的 就看看书好了 那再加点热量 居然是数读魔方 有这种东西吗 那就加了数读魔方 有这种东西吗 不存在 现实中有这种东西吗 很想玩耶 啊 或许可以说 一代的那个毕业舞会 让我们已经 嗯 有了坚实的心 可以理解 爱的高与低 跌宕起伏 可是不 在爱情中 我们永远都是 永远的新手 夏琳寅也没有区别 没有人提起这件事 可是夏日之爱的这个念头 在我们的头上回荡着 啊 在两个星期之后 夏琳结束的时候 会有一场流星雨 人人都知道 如果你爱一个人 你就一定要和他们一起 看这么个见鬼的玩意儿 于是有一种 没有声音 却强大的压力 侵蚀了我们 一切又像是 毕业舞会一样 不确定性到处都是 只有一件事是确定的 我们要邀请去参加 观看流行雨约会的 那很可能就是 这辆巴士上 小巴上最酷的六个人 Joy Johnson 是个女巫 嗯 她已经拯救了世界 无数次 现在想要 悠着点 Aravi Mishra 一个 啊 这是一代里面的那个 Slayer吧 她是个 热血上冲 莽撞的冒险家 她有诅咒 是最烦人的 室友 Colculus Mr.Hewlett Packard 居然还是会谱1.1 是一个图书馆机器人 计算机 然后变成了一个有意识的机器人 想要享受生命 Dalia Aquino 是一个很强壮的蓝色恶魔 而是个好战分子 想要接下来统治 而是 占领 夏天 Langyang Lawai 这是一代角色 一个无所未知的恶魔 然后想要毁灭 而且热爱红 Milo Belladonna 23 是一个死神 同时也是网红 然后热爱生命 和所有俗世的愉悦 他要怎么热爱生命啊 可能这就是个梗吧 话说他是作为那种墨西哥死神之类的 对 有点像 对吧 校巴的巴士旅程很长 假天 接下来就要定型了 很明显 首先就要破冰 在正确的人面前留下好印象 是时候破冰啦 Akiyaki-san 找大爱之外 你的第一目标是什么 作为一个人 升级 可是我不是人啊 As a person 就是在性格个性上有所成长 to level up as a taco 你们太烦了 我就想一个章鱼呆呆 去理解对活物的 提升对活物的理解 那个是我理解上的马斯卡彭吗 马斯卡彭是什么 我不认识这个 是奶酪吧 哦 是种奶酪 强化我与奶酪 某种奶酪之间的关系 马斯卡彭尼乳酪 一种意大利传统白色软乳酪 用来做甜点 饿了 震到所有的魔物 童子军的徽章 要生存下去 最擅长求生 马斯卡彭 马斯卡彭 招一招配奶酪 奶酪 非常合适 我呢 猫亦斯想要怎么样 猫亦斯只想 猫亦斯只想一个猫呆着 你们别录我了 我就想一只猫呆着 哦 你和米洛的最初好感增加了 哦 张鱼商呀 嗯 你也想要邀请马斯卡彭 进入你的人生吗 嗯 你真是与我心有气气焉了 马斯卡彭 哈哈哈 比任何男人女人 或奶酪 都更能 动得我的内心 让我的内心 灵魂震撼 啊 但或许 这个夏琳云 奶酪并不是唯一值得期待的东西 不过我的直觉究竟对不对 还是要时间才能告诉我们了 我不喜欢他那个表情 我是Joy 讨厌 嗯 看来好感度下降 好感度下降了 我很懂啊猫特斯 我也等不及想要 到了营地之后 对啊 他说之前已经拯救世界无数次了 哎呀这整个破冰啊 太无聊了 我并不想要知道你最喜欢的颜色 或是你最珍藏的珍惜的记忆啊 我只想要在接下来的旅程中 安静的待一会儿 那你就不要跟他聊 话还挺多的 啊 我们接下来要不要就安安静静的坐在一起呢 你没有说话 他知道这意味着 对是的 于是你们两个人 就舒舒服服的 在余下的巴士旅程中 没有说话 嗯 比语言要更加亲密 只有两个星期才可以 追逐我们 心爱的人 征服他们的心 可是我已经说过了 我们年轻无所畏惧 最时准备开始 一代的时候做了整整大概五六个问题的 这个心理测试呢 嗯 我好像做过是不是 对有可能 你们是不是有一只老虎 对应该有 我记得我当时就是想攻略那只老虎 然后把他的好感度给整下降了不少 好 然后 这是你的初始指数 哇 我的指数好低哦 我只有fun 但是你很fun 嗯 我就很smart 嗯嗯 而且board 选个地方吗 可以看到 章鱼当然要去lake lake好像是fun 那我也去lake 啊 不要啊 那一天你潜水想看看湖底有什么 你找到了一本漫画书 你剪了起来 可是太有趣了 你就一直在读 然而你并不能永远的病入呼吸 这有问题吧 你只是长得像章鱼吗 于是你冲上了表面 啊水面 可是 小小的淹了一会儿 嘴里都是湖水 回忆 你吞下了一点奇奇怪怪的东西 可能还有水母 吃了一整只水母 好啊开心 嗯 你变得更放了 你找到了计算机器 不计算斯特 计算雷斯特 之类的 啊 正在自己的背上装新的太阳能板 让他可以 日光浴 米洛呢 也在保护环境 在上面放金箔 Hello darling 哈哈哈哈 是我最讨厌的那种人说 我要离他远一点 啊 你居然在湖边游荡浪费珍惜的时间吗 啊 我真是爱上你的 热爱的生 对生活的热爱 因为这个很像生命 这个很像Joy 我知道了 他是不是就是那种 啊我实在是太热爱你的生命了 热爱到我想要take it的那种 不知道 这个很死的 你是不是不想发现 我也很高兴见到你 你可以看得出来 因为我正模拟这种表情 我说 终于烧金要不要一起游泳啊 啊 计算基金不能去嘛 因为他 会彻底停止运作 哪怕游异小会都会这样 可我呢 就拼命想施个身哦 等一下米洛朋友 在进行任何与湿度相关的活动前 请先检查 啊救生员瓶子那边的警告旗帜 今天是 Focus 是那个 乌龟 不对 这是蓝色 就是海蓝色那个东西 是一种颜色 它可能指的是警告旗 可能会是红色啊 或是什么颜色 我记得这是蓝绿色 还是什么 青绿色绿松石色 嗯嗯 湖水蓝 可能真的是宝石哦 啊 这是魔力灵性 和和朋友一起泡澡的颜色 不不不 这不对 这绝对不是标准的救生员旗 啊这个意义 太模糊了 绿色旗子意味可以游泳 黄色旗子意味可以游 但是要小心 红旗当然就是 不要和湖 谈恋爱约会 嗯 我们等着瞧吧 很可爱 我可以约会他 小 小计算机 啊 可是我觉得这个青绿色的旗子 又神秘又有威胁 我们必须要询问救生员 了解他们的含义 救生员吗 什么两个绿绿的东西 哇 汪达 它是伴洋人还是什么 石像鬼吧 你看它有 什么青台怪吗 有军裂的 它应该像是青台怪之类 这不得成吗 我还在想自己为什么穿着红色的泳衣呢 我还以为自己是救护车 可能你是哦 你不能让其他人定义你吗 对 不要让别人定义你 你就是救护车 我的朋友想要问问你们 这个青绿色的旗子是什么意思呢 我看起来是谁 啊 旗子教授吗 教授又不穿泳衣 那样非常不职业 我觉得意味着一切都OK 也有可能是孩子被绑架了 这是Ember Alert吧 美国的那个 Ember Alert 对 谁能决定这种事情是什么意思呢 你们能决定啊 你们是救生员呗 真的吗 我还以为自己是救护车呢 这两个人 与其让他们告诉你旗子有什么用啊 关于旗子的有用信息 不如说他们更有可能变成救护车 可是 你已经解开了这个谜题 立即穿上青绿色的衣服 这是青绿色紧紧情况 这是为了警告有旗杆 所以不要撞到 不要撞到旗杆 当然是为了不要撞到旗杆 太聪明了啊 这可 oh yeah 绝对是这个意思 我不理解 为什么要用任何颜色的旗子来表达这个意思呢 嗯 哎呀 机器哥啊 别再下想了 不同的旗子有不同的意思嘛 双红就是不准游泳 青绿就是小心有旗杆 可是如果旗杆 总是和 总是有这个警告旗杆的旗子的话 那其他的警告要怎么表达呢 那其他的警告要怎么表达呢 当然是用 啊 那边的警告旗杆了 旗杆 旗杆指了指 另一个旗杆 还真有 上面是 查特鲁斯 就是也是绿色的吧 就是那个查特绿 不是有种酒是那个名字吗 嗯 这意味着 也是黄绿色 这意味着 哦 今天这个湖啊 基本上没有什么卸人 可是如果那个旗杆 才是真正的警告旗杆的话 这个青绿色的旗杆 又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用来放这个青绿色旗的 哎呀 你跟上点嘛 跟上点状况嘛 你们就不能把这旗杆 给拔了吗 不可以 那我们把旗子放哪呢 那就不需要旗啦 我们当初也是这么想的 可是我们不停的投撞到杆上 太蠢了 人生中很少有事情如此纯粹 你们两个应该成为保护物种 我们当然是保护物种 被旗子保护的 保护我们不受旗杆状嘛 嗯 好 我要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 持续的无法理解和 啊 这个 了解这个 刚才这段对话 为什么没有逻辑 这是我最喜欢的娱乐活动 是你呢 你决定 想要做 让你更靠近你喜欢的人的事情 因为你完全没有个性 但是你有的 使加2创业和加1开心 好玩 爱玩 我不能去湖边了哪 你抢着落我的湖边 这是什么 我当然要去 林子里 Scott HQ HQ 啊 Headquarters 童子军总部 这里会有鬼屋感觉 先来逛逛这边的屋子 然后下次再吃林子 在闹鬼 洋馆里 有一个 可怕的声音 在墙壁之间地狱 华格斯 你无法逃脱你的秘密 你很快就会获得勇敢 可是 之后会发生奇怪的事情 可能很棒 可能很糟糕 你不希望 可能很糟糕的事情 发生在你身上 于是 你 就原地不动 嗯 希望自己不要获得太多的勇敢 看看你想要违抗命运呢 那可真勇啊 给你加2勇敢 嘿 毛盒子 把你的小样赶紧滚过来 我们在洋馆里面找到了房间 居然没闹鬼啊 你跟着达利亚进了房间 发现 里面他喵的全都是鬼啊 啊 别担心 这只是 鬼休息的时候来这里 呃 的地方啊 完全没有什么吓人的事情 耶 而且我趁着这个机会 他们在休息 于是我就杀他们 获得额外经验值 有这种设定的吗 对 他在一旦里面就是 我要来杀魔物 我是个魔物猎人 这样的人设 啊 所以我们不是魔物吗 我们都是魔物 但是他不知道为什么 也加入了 所以鬼是 鬼和我们不是一个种族吗 嗯 你是黑 我 毛和斯是黑暗 Darkness Personification of darkness 一带有幽灵 哦哦 就是那个玻璃 小姐姐 我不懂 因为我只是一只小张 小张鱼烧 嘿 我们不是说了 在这个房间里不要去打幽灵吗 我们确实说了 可是心动比语言更香亮 Joy 是我的心理治疗师这么教我的 哦 我这们 那边窗上有写着字 也没跟我说过 啊 这个房间里居然还要阅读啊 至少是用血写的 所以还挺酷的 我知道你去年夏天做了什么 这什么意思啦 去年夏天 马赫斯还不存在 这就很轻少 哼哼哼哼 我知道你们去年夏天做了什么 著名鬼片 哦 只是拿到的这家伙 嘿 拿到的 啊 你知不知道这窗上写的是什么意思 我的名字叫Jerry 不是拿到的 你不能 问我 你不能直接让我告诉你 你们去年夏天做了什么 是你们自己做的 你们自己知道 可是如果你也知道的话 你不应该告诉我们 你指的具体是什么事情吗 啊 你们就是根本不懂 你们应该 疯狂的问自己这个问题 然后突然很戏剧性的想起来 啊 在我用刀捅上你们的时候 你们突然的想了起来 来 那我捅捅你们 你们说不定就能记起来了 真不敢相信你们不记得 太没礼貌了 你很讨厌没礼貌 呃 但也不想被捅 幸运的是 你很确定 自己记得Jerry上了你 指的去年夏天的事情是什么 原来是指那两个星期 你 你们全都去研究了 石蚁兽的纪录片 做出了石蚁兽的姿势 是她的生日 你们忘记了她的生日了 小妈妈才不知道什么生日呢 石蚁兽 小妈妈只想看石蚁兽 不是很聪明 不是很聪明 啊 失败了 不是很聪明的样子 啊什么呀 原来是有正确答案的呀 不是 它是会有随机性 就是你无论选什么选项 都有可能随机成功或失败 猫猫失败了 猫赫斯 猫赫斯 啊 又是石蚁兽纪录片 猫赫斯 你真的要放弃这种不健康的沉迷了 什么 不健康的沉迷 可是 所有人 去年夏天都看了那么多的石蚁兽纪录片呀 我们当时那么说 只是为了 不想 你 逼着我们和你一起看啦 说真的 我对这种 只会干坑那些 垃圾杂鱼 蚂蚁的这种动物 完全没有尊重之情 好的 所有好感度都下降 别说他们都没有牙齿 什么样的动物 连牙齿都没有 他们要怎么才能撕扯开 猎物的脖子呢 这是他的附身的灵吗 嗯 我呢 好 我倒是看过所有关于石蚁兽的内容啊 可是其他人都在 都在骂你 都在黑你猫赫斯 所以 不 猫赫斯 这一生 烂鸡 你也烂鸡 嗯 你还曾经在我的枕头上 放了一只死的石蚁兽 哦 说想要 让你对美妙的石蚁兽 产生兴趣 不错 我看你已经达到你 这个夏天的目标 至今还在PTSD 你已经达到目标了 就是 Everybody leave me alone 猫猫快乐地 自由地在活动 你在这里 用这样一个生死攸关的情形 居然又想要 把石蚁兽加入我们的兑换 嗯 石蚁兽其实还和这件事挺有关系 哦不 你也这样 只是去年夏天 我听说一个传言说 猫赫斯是那种 会不停地跟朋友们说 他在电视上看到东西的人啊 不管他的朋友们有什么性质 于是我就想 哼 这种事情 做出这种事情了 然后我可以杀了他 那就很酷 于是我就来了 好呀 杀了他 但是最后要让我抢击杀 我要经验值 所有人能禁 猫杀绝对是没有正当理由的 不管 猫赫斯他有多汤妙烦人 没错 你也加入了 啊 高贵的大石蚁兽 有熊那么大 可是却只吃蚂蚁和白蚁就能活下来 事实上 历史上只有三个人类曾经被什么杀过 被石蚁兽杀过吗 不知道 不知道他没有说最后是石蚁兽 他说前脚上面有一个熊猫子 是大石蚁兽还是小石蚁兽 对大石蚁兽 是大石蚁兽 啊别管 你爱咋玩咋玩吗Jerry 我已经在啦 你好不容易逃过了 逃过一节 指数下降了 变得不好玩了 我们来交换位置 所有人 选一部电影 说出你的选择 在点之前大声说出来 啊 顺序决定 从几千年后去决定 怎么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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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啊 我们接下来 谁先行动呢 是取决于几千年之后 考古学家们 更容易 用哪一部电影来解释 二十一世纪 社会是如何运作的 我们应该刚刚看这句话之前 解释之前就先说出来 啊 啊 猫猫看什么电影 猫的牵死 不对鸟的牵死 猫猫看猫的报恩 啊 那他可应该看什么 水行 克苏鲁 克苏鲁的互换 你有没有兴趣谈谈我们的天赋和救助 所以无所谓啦 我们随便选一个吧 刚刚是你先 这次我先怎么样 Random 是猫克斯呢 猫克斯第一 只是用来选择我们接下来的水星行动而已 我要去湖边 你抢了我的湖边 猫克斯去湖边 猫猫在水边会不会 嗯 你想要晒黑 嗯 可是一去就下了雨 绝大多数的 去海滩的人 湖边的人都走了 但是你一定要开开心心的 在湖边玩耍 对 非常放 你激动的 很有攻击性的在湖里面 啪啪啪啪啪啪啪 尽情大笑 知道 连云朵都放弃了 不想毁掉你的这一天 然后 整个湖被闪电劈了 当你电机醒来之后 你已经在暗上 阳光在照耀 你有很酷的 脸上会不停的抽动 你赢了 闪电是我的朋友 然后 这不是一代的 这个 对象之一吗 斯科特 你是最开始选了 谁的好感度上升 然后就不停的会 run into her 嗯 对 然后如果好感度下降的话 就会换成其他人 但是优先会有一点这个 哦 之后呢你就走了 因为你答应了要参加 Joy和斯科特 他们最新的 摄影课的摄影 这一次可能能看到一些 nudity 但是 没有这样的运气 unless unless 欸你看 哦 那个粉红色的 啊 多肉的巨人 是另一张我的照片啊 他好像在跟着我 原来是手指啊 啊 你应该把手指从 镜头上 拿下来 对 这个人设就是 有点 有点 多少有点睿智 嗯 智商和真的狼也差不多 哦 谢谢你的提议啊 啊 那我要是把自己的手指挪开的话 就可以 更清楚的看到那个怪物了 嗯 努力吧 火箭 天哪 猫和斯 谢谢你过来了 我虽然很爱斯科特 啊 而且 这堂课对他来说也是好事 可是有的时候 嗯 这就好像我和一堆砖 一起在拍照一样 JoyJoy 你看 我找到了一个灌木丛 哇 你在大自然里找到了灌木丛 太了不起了 等等 不 相信我 我是专家 我好兴奋啊 啊 我已经憋了一天尿了 对啊 他是狼人 就是要再灌木丛 啊 你还要再憋一会儿 嗯 这个灌木丛其实是我啦 我是 Consular 啊 就是营地的这个咨询员 嗯 老师 我是伪装大师 我又来了 哇 我还以为你是灌木呢 你甚至身上都有叶子 喝狗尿的味道 就和真的灌木一样 你真的把自己涂成了绿色吗 你是变色龙啊 你可以改变自己皮肤的颜色的耶 那不就是作弊了吗 Joy 啊 这是伪装 迷惨 对吧 你还有很多要学的呢 来 请欢迎参加我的迷惨课 嗯 免了 我可以用魔法 哼 那是你的损失 啊 这是整个营地里面 最 人气最高的课啊 难道是 嗯 我可不敢信了 谁会喜欢迷惨啊 伪装呀 啊 我认识的人全都更喜欢大吵大闹 而且存在感很强烈 而且很烦 什么 现在人不喜欢迷惨了吗 嗯 那为什么有五个 啊 学员 到我这边来 学习迷惨 要进入 浴室呢 嗯 什么 请告诉我 你没有教五个学员 藏在浴室里 我当然学 我当然教了 我是个很棒的老师 而且是伪装的大师 我怎么能让这样的 啊 你才爱好者失望呢 不过说起来 作为这里唯一一个pronoun是被的人 我会有一个自己单独的预示吗 不知道 还是你两边都能进 呵呵 你意识到 他们学这个绝对是为了 那种很下流的 哼哼的理由吧 嗯 嗯 嗯 你说的对啊 这还仔细一讲 很明显 他们是为了那种理由 下流的理由去的呢 开始吃苍蝇 啊 可是我对于迷彩这种艺术 过于热爱了 我都忘了 它可以用来做坏事 见鬼的弗洛基 快来 马克思 我们要把那几个东西赶出来 这是紧急情况 用伪装 胜过伪装 将整个浴室 洗手间 伪装成 平行 卫面 那里 那里 Nudity是不存在的 裸提不存在 第二个选项实在是 呵呵呵呵呵 招他们的父母过来 让他们在浴室里面做 呵呵呵呵呵 把他们吓跑 那其他人怎么办呢 我还是选这个 嗯 小妈咪不想那种事情 毕竟她已经没有蛋蛋了 Not so creative 我们猫和斯已经是 没有蛋群的宝可梦了 你确定这是个好主意吗 看起来不是个好主意 胡说八道 这是个超棒的进化 老话说的好 用伪装战斗和伪装战斗 啊 一火制火了 哼 这是很常见的误会了 其实是 啊 用伪装战火 嗯 因为火这个词 其实是伪装起来的伪装这个词 算了 无所谓 时间很紧急 我也没有好主意 用你的方法吧 猫和斯 你早已开始行动 嗯 你找了 十几个演员 舞台设计师 布警师 然后还有特效组 等等 事实上 你就不能 用你 召唤的这七十个人 直接开始搜浴室吗 啊 这浴室又不是很大 现在浴室已经很大了 你让整个舞台布警组啊 敲掉了一些墙 然后把浴室 扩张了很多 装上了这么多 打光和摄影设备 你居然在浴室里装摄影机 不然 你怎么 能 拍到那些 浴室下流鬼 发现自己在时空中迷失的时候 惊恐的表现呢 等一下 你真的想要阻止那些 妈妈不在乎 妈妈只想要玩的开心 还是 你只是 找个借口 想要拍摄这些 啊 虽然没有赤裸 但是是 超现实 科幻 另类现实 史诗剧 嗯 就不能两者皆是吗 认真的吗 啊 我杀活的热魔里 都有 没你那么疯呢 嗯 真想现在就砍了你 可是 我不想在你身上浪费魔力 我要去找别的方法来解决这件事情 他气冲冲的走了 你想要跟上他 可是 食物组 这个 快餐组 刚刚到了 他们需要吃东西 你失去了两点好了 一点创意 当你的影片拍出来之后 你失去了一千点 一千点 artistic credibility 变成了 变成了room的导演 不是不是 那句话怎么说 是Lisa吗 You're tearing me apart Lisa 你要去哪里 我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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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adquarter headquarter 哇 为什么你每次都是大成功的样子 为什么猫猫每次都是大失败的样子 这一天 在童子军营 嗯 学会如何做稻草人 和大自然勉强有点关系吧 你决定更进一步 你用上个月在山洞里找到了一块魔法水晶 把稻草人变成了有意识的生命体 他非常感激 他非常感激 获得了生命 你带着新朋友一起去车喝汽水 然后度过了愉快的下午 然后 你也被迫把它给拆了 毕竟 这些材料 下一波童子军还要接着用 你的稻草人恳求你不要放弃你赠于他生命的礼物 可是 首先 你是个 童子军 他们非常感激你的忠诚 获得了两点创意 难道不应该因为稻草人我失去了 失去了一点什么 失去了魅力之类的吗 失去了勇敢 好可怕 我再也不要创造了 永远的失去了loyalty之类的东西 之后 啊 可能因为我们选的游戏比较短 所以会优先多遇到我们一开始有好感的人 你们一起在吊床上 嗯 彼此靠得很近 然后同时都在看手机 HELL YEAH 啊 还有什么能比 啊 在你的头号 可是已经幻灭了这个crush 已经是不是这个crush 一起 一起刷手机呢 突然 他的手机 简直像是要爆炸 啊 啊 虽然他经常都会接到各种各样的电话 可是现在 比平时还要糟糕 不用这么嫉妒嘛 亲爱的 这是工作的短信 我不停的告诉这个 啊 Head Office那边 不要联系我啊 因为我有一个staycation 留在这里的度假 可是 嗯 在我们总部那边啊 这次 死神勾魂的事件很紧急 又一天又一个死 Oh Oh my god 有点尴尬了 对你来说不尴尬 因为你还不知道 啊 而且我不应该告诉你 可是 我真想八卦一下 啊 章鱼少君 一般来说 我是不把这种工作信息透露出来 可是 下周我有一份工作 要收割你的灵魂呢 啊 还要收割你的灵魂 这听起来超吓人 但又有一点hot 你问我 啊 这是否意味着下个星期你就会死 是啊 你绝对会死 啊 长一点的答案是 生命死亡命命 都是很奇怪 很乱来的 很难百分之百的确定 因为量子什么什么的 啊 但是如果这份工给我的话 你会死 恭喜你 Holy shit 这是你 在吊床上 收到过的最尴尬的消息 你开始慌了 不不不 章鱼少君不要慌 我是专家 我向你保证 没有看起来那么吓人 啊 死亡会 让我们想起那些深邃的又深度的 啊 不 生命深邃而无限的美 你说的都好听 你死一个给我看看 而且现实说来啊 你也 啊 你又不是不会死 对不对 啊 死亡总有一天会找到你嘛 不 啊 说老实话 其实呢 我提前让你知道 对你来说 还是个好事呢 这是我给你的礼物 你这样就可以 帅气华丽的死 对不对 这句好像台词 好 他说 嗯 就让你人生的最后一个星期 成为你人生中最棒的一个星期吧 我们会时刻待在一起 然后 开一个盛大的party 庆祝你的 庆祝你 庆祝你的一生 嗯 和他在一起 一个星期听起来像是天堂 已经不像是了 已经不像是了 啊 嗯 你此后一定会有很多粉丝的 我几乎有点嫉妒了呢 嗯 我们应该考虑一下 当时party应该有一个美食 有什么阴间社交网络吗 哈哈哈哈 Dancebook吗 之类的 啊 我们需要一个重大的 让人印象深刻的主秀 能够 表达 平调 纪念你 真正的核心 你的精华 显然 要Snapchat friendly 你有什么 想法吗 最棒的方法 一 首先 要让客人们玩得开心 二 啊 能够总结你的整个人生 三 要让他觉得厉害 帮我做成奶酪的章鱼声 没有这个选项呢 啊 你要用这种 解释性的舞蹈 暗黑舞蹈嘛 来 讲述你 人生的 传奇故事 你让朋友们不停地住酒 嗯 非常感人 而且所有人都会喝得很醉 一十二鸟呢 一吧 一吧 我还是跳个舞吧 你到最后有没有选择 虽然他对我很有好感 但是我甩了他这种学校 我希望我可以甩了他 呃 表演 表演舞蹈 嗯 我75%确定 你不会让我失望 你没有呢 这是主秀的完美选择 啊 毕竟 舞蹈是庆祝活着的第二棒的事情 第一当然是Jetski 可是 我还担心 这个舞曲应该是 嗯 emotional vulnerability 啊 因为舞蹈 很有可能展示出我们内心的 psychology 毕竟 heaps don't lie 你有吗 那个 那个小章鱼有吗 我们最好还是排练一下你的 人生故事舞蹈吧 来 向我展示一下你最原初的 那种真相嘛 毫无言识的真相 你为他跳了舞 你倾注了一切 你对他的爱 你对死亡的恐惧 啊 你的全心全灵 你是个艺术家 我被震撼了 真不敢相信 原来你一直这么有深度 你的舞蹈舞步 令人窒息 你的那个机器人舞太经典了 同时 但是 又有 对现代工业主义的控诉 他颜色是不是都变了 他是那种 颜色会变的人士了吗 有可能 他是不是爱上我了 有可能 不take my life 而且那种 古怪还有尴尬的 扭腰扭 那边的 那个姿势 完美的阐述了 你 对于我们都是不完美的存在 只是因为 共有的经验和错误 才联系在一起的这种信念 太美了 这是对整个生命的一个隐喻啊 我们都只不过是跳蛙而已 啊 在充满着小蝌蚪的核糖之中 在莲花叶上来回的跳动 真的 他颜色会变呢 他的眼神和这个胸口 都会有随着他的心情改变 可是还缺了一点 我觉得那是这个故事的结局 就是你的死亡 你需要盛大的收场 能够直面死亡 我真不敢相信该这么说 可是 Takoyaki 你需要我 想不想 用死亡Tank 来完成你最后的表演舞步呢 来吧 啊 你这个愚蠢的活人 活章鱼 你已经做成章鱼烧了 你真的活着吗 我跟他 我用我用我用 和我起舞吧 于是你们排练了 简直能让人眩晕的 而且充满了那种姓章鱼 我跟他拼了 Erotic 死亡Tank 或许 对这几个人来说 那也只不过是 生死之时 并没有那些方面 嗯 太有激情了 简直就像是 Erotic 蝴蝶 从他的剑中挣脱 我很确定 到时真正的演出一定会更棒 啊 你让我有点期待 那么现在 让我们 在你人生中的最后一周 开始下一个活动吧 啊 一起去这里最昂贵的 葡萄酒庄园 酒庄 去尝一尝酒 这很快就成为你人生的最好的一周 获得了三点魅力 谁选了他谁就会死是吗 不知道应该吧 好 我们又要来挑战了 嗯 嗯 在点击之前 选一样东西 准备好的时候我们一起说 随便说一样东西 也可以 I spy with my little eye I spy with my little eye 好 选好 嗯 我们三爱一起说 三 二 一 冒枪 好 决定 啊 在瑞士军刀上面哪一个更实用呢 猫条太大了我觉得 我觉得猫条太大了应该是药西 确实啊 而且药西可以用他的舌头做很多事情 用舌头 那还是猫和斯第一吧 嗯 反正猫和斯永远是失败 第一周的夜晚 是哪 因为我们选了短的游戏 所以总共大概是七次选择之类的 夜晚 这两个 这两个 哦天鹅人 那那这是什么 我要和他做一起 你不准选 上 好吧 那我和谁在一起呢 反正我不和他 我和他已经分了 可是这样的话 我如果阻止了你 那你第一个选的优势不就不存在了吗 好 那我要大鹅子 你要大鹅子吗 我们交涉一下 我要大鹅子 好 那我去找这两个 反正之前已经分了 你在火边悠闲地休息的时候 听到了可怕的 让人血液都凝结的 但又很可爱的声音 是达利亚和阿尔比 他们 歇斯底里的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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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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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穿的都还挺色的 你不觉得吗 虽然这个恶魔有点棒 我知道我只是一只小张 呵呵呵 GIRLS NIGHT GIRLS NIGHT GIRLS TALK ROOS 啊 如果阿拉维和我 有这么多可以聊的话 那么下一个 我们的议程就是 健康的饮食 妈妈不知道 妈妈只知道 妈妈只想吃肉 对 妈妈饭 嗯 不错的话题 一般来说 我的早餐会吃的比较少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餐 是 在 进行小BOSS战之前 地牢小BOSS战之前 吃的那一顿 要先不满血 在那边一般都会有回复点 可能可以加BUFF吧 很显然 你应该 只吃 最棒的食材做出来的东西 如果你吃B级餐的话呢 你就会失去很多属性BUFF的 潜在的属性BUFF了 吼 吃了的是你啊 是 这个错过的是你呢 啊 DORITOS虽然是低级的物品 而且会较你的攻击力 可是 它们在 口中简直是奶酪味的爆炸 绝对是值得的 啊 这让我想起了 啊 我几天年吃的超棒的一餐 你们知不知道啊 啊 点燃的手榴弹 其实 纤维含量很高哦 如果你有像我这样的恶魔的 新陈代谢机制的话呢 你就可以得到大量的 啊 啊 在食材里面 获得大量的 可融和不可融的金属 所以我吃很多飞机 嗯 这也很合理 我呢 我试图进行健康上的一个平衡 吃很多全餐 然后呢 用药水 来 附身 回血 药水还是挺方便的 但是呢 吃的太多可能会不好 真的啊 啊 就好像我和酒一样啊 啊 我和战斗酒一样 我很喜欢 在胜命之后喝个两三桶 可是如果喝太多的话呢 啊 第二天的时候 我身上的蓝色就没有那么明亮了呢 咱俩 这两个简直是食物 food drugs 你呢 猫克斯 你也要这么健康饮食吗 啊 如果你要和我们一起girltalk的话 你一定要告诉我们 你 对于健康饮食技巧的细节 一天吃30只小老鼠 快点 说健康饮食的习惯吧 哦 给这两位致命的美女 让他们对你产生兴趣吧 抓住这一刻 说真的 我一般来说是吃34个没有煮过的 土豆 在boss战之中 吃34个没有煮过的土豆 这是 这是 上古卷州五强健事件 我吃敌人当早餐 晚餐也是 有的时候 凌晨两点 当零食 也吃敌人 这就很猫猫 猫猫 早上起来看鸽子 上 看鸽子 晚上 看不到鸽子 他超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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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 hardcore了 猫赫斯 直接吃掉你的敌人 太bossbitch move了 偷偷bossbitch move 所以这是直接加好感 好像不改指数呢 我的敌人通常都很高蛋白呢 很有道理 所以我的肌肉才如此健壮 达里啊 听说杀敌人的方式啊 真的可以改变他的味道 对啊 这是胡说吗 不是号称恐惧的话 就不好吃了吗 还是恐惧会更好吃 肯定 肯定是恐惧会不好吃 会让他的肉变 变什么 变得很紧还是怎么 不知道 好像有听过这个 我们来看看这个设定里是怎么样 不 这超真实的 如果他们彻底恐惧 去死亡的话 他们会更有草食味 更有给蜜人的味道 更有嚼劲 对吧 如果他们英勇奋战死去的话 他们的肉会比较老 可是 味道也会更丰厚 嗯 你能尝到勇敢的味道哦 哇 知道这点真是太棒了 我从 女生聊天里得到了这么多 学习到这么多东西呢 还是女人懂女人 你会不会 在吃他们之前 告诉你的敌人们呢 还是你觉得这样太没有餐桌礼仪了呢 两种说法我都听到过 嗯 过去呢 我一般是 啊 on the DL是什么 有可能 有可能 可是有一次 这个 微博 对吧 硬啊 微博 而且还带着餐盘 腰带上还挂着餐具呢 然后我就说 哥们儿 很显然我打扮你就要吃了你啊 然后他就慌了 哈哈哈哈 超好笑啊 他居然害怕被吃吗 真是个懦夫 知道 超好笑的 我真是要耍耍他 于是整场战斗 我就不停的在他身上 撒胡椒和盐 他超紧张的 一次都没打中我 哇 所以吃敌人不仅很有营养 而且还是非常实用的心理战的战术呢 哈哈 太真实了 太对了 啊 能够回忆起如此美味的 你的餐点和胜利的战斗 太棒了 真没想到你也是吃敌人的呢 我惊喜 很惊喜啊 猫和斯 下一次我们可以一起组队 啊 去 打一个野猪恶魔 吃一顿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姐妹从来没有听过如此姐妹的的话 还是女人懂女人 你其实并不是很确定她是什么意思 可是她好像是在约会 啊 邀请你约会 而且 还要吃 对吧 而且还有可能在 死去的猪恶魔的上面 嗯 对吧 啊 总而言之 这是味 你确定吗 我要知道 蛾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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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哪